新剧场版的Red到底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为我解答一下 好困惑 今年的新剧场版Red 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先从一个方面来说一下 Red究竟是什么 首先从预告片主打红发的情况来说 Red肯定有一个明显的指向 就是红发 这部剧场版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其实伟田已经明确说到 他觉得这部剧场版Red 可能会超过之前的强者天下 在我看来 之前最棒的两部剧场版 一个是D 一个就是强者天下 如果伟田抱着这样的决心来制作Red的话 那肯定毫无疑问 是今年我们最值得期待的一部剧场版 那在过去几年 尤其是之前鬼灭大火超过海贼王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鬼灭剧场版的爆火 所以这部剧场版Red 对于海贼王 不管是动画剧场版 还是漫画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背水一战 那我们今天就先从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来说一下 Red是什么 大家去翻开漫画204话的标题 其实就是Red 这是今天我在尝试解答另外一个秘密的时候意外发现的 204话标题为Red这句话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陆飞以血带水 在没有水之后 用血液覆盖自己的拳头 成功打中并有效的击中老杀之后 实现那场战争转折点的一号 所以伟田在十几年前可能就已经告诉我们Red究竟是什么了 Red是以血带水 破釜沉舟的血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